全球新观点提供您理财新视野 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曾中玉 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越来越紧绷 为了防止可能的擦枪走火 引爆不可收拾的下场 美国媒体CNN报道 美国拜登政府正在研究 想要和中国政府之间建立一条 类似冷战期间 美苏之间的红色电话紧急热线 当年美苏的红色电话 是让美国白宫和苏俄德克林文明公 可以直接打电话沟通 那如果按照这个模式 现在能够有一条 美国白宫直通北京的热线电话 那拜登或者是美国的 国家安全团队的高级官员 有紧急事情的时候 就可以立刻向习近平主席 或者是他周围的人 发送加密的电话和讯息 比如说有一些突发的军事行动 或者是网络骇客 非常紧急的警告 那你就不用按照原本正常的程序 来转达 话传来传去 花好多时间沟通 那尽管这个概念 还是处于一个起步的阶段 也还没有正式向中国提出 但看得出来 拜登政府想要开发一种 快速沟通的工具 借此减少美中之间 擦枪走火的几率 想要减少彼此之间的冲突 在中美之间 还没有紧急电话的现在 势必还是得透过面对面 才有机会解开疙瘩 自从美国总统拜登 一月份就任以来呢 美中双方的会谈 就只有在今年的三月份 那一次的二加二对谈 当时记得吗 场面很火爆 哇布林肯跟王毅 不是在那里唇枪舌战吗 我说你霸道 你说我过分 最后结果不欢而散 那这一次呢就传出来 美国将派出他的副国务卿 雪曼 中国是由他们的副外长 谢峰 两个人要在中国的天津 进行会谈 也算是双方在二加二对谈之后 首次的高阶外交官员会面 那这两个人为什么要见面呢 通常副将出马要做什么 为主帅做准备嘛 所以大家就在猜 雪曼跟谢峰 是不是为了要再讨论 两国卫长碰面的可能性 或者是为了拜登跟习近平 两个人见面来做准备呢 中国的中美关系专家 史英宏他就认为说 中美双方在三月份 这个阿拉斯加的会谈之后 看起来是展开对话了 可是这跟过去所谓真的 外交对话还差得太远了 因为很多事情回不去了 双方对彼此的敌意增加了 防备增加了 那你要怎么谈呢 所以史英宏认为 就算未来有更多的中美高层对话 大家也不要太期待 双方不会走向对抗的这条路 那外界当然也更好奇了 到底雪曼跟谢峰见面 是不是真的为了拜习会来暖身呢 那如果是的话 两个人有可能会在什么样的场合见面 好大家就开始猜了 十月底的G20领袖会议 会不会是一个适合的场合呢 好就由媒体记者来请问 这个中国的外长王毅了 到底十月底的拜习会 有没有谱啊 有没有可能呢 好那王毅呢 先是呵笑了一声 然后呢他就接着说 哎呀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恢复对话啦 可是这就要看 美国有没有诚意 哇记者就继续问了 你觉得我们中方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王毅就回答说 我们只要继续办好自己的事情 最重要 听起来王毅的回应好像是在暗示 哎呀美国的态度很重要 你想要来跟中国谈当然可以 但是你们美国要先拿出诚意嘛 不要每一次都只奢望 中国热脸贴冷屁股 要先给你们好脸色 因为王毅也觉得中国受够啦 你们美国和一些西方势力 老是在某一些议题上挑衅 这是相当错误 而且相当危险的举动 所以王毅我好心提醒你们 这些西方国家哦 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要低估 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的强大意志力 所以中国的态度看起来还是相当强硬 不过美国也没在客气的 美国前副总统潘斯 最近在一场演讲当中呢 警告拜登政府 他说软弱会招致邪恶 而他认为中共是这个世界上 对美国繁荣美国安全最大的威胁 而且他认为中国逐渐成为邪恶的帝国 为什么一个现任的副元首潘斯 他要一直强调这件事情呢 因为他现在已经下台了嘛 他就已经不是副总统了嘛 那现在就是由拜登来主政嘛 他就是很害怕拜登走回头路 又跟中国亲近 所以他找到机会就喊话 他说中国的野心真的非常大 美国一定要小心 他还给了六项建言 说拜登政府最好听一听我说些什么 好第一个 美国应该要加速跟中国的经济脱钩 不要再依赖中国了 因为这攸关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产业 最好呢要禁止中国投资 美国的重要基础建设 而且还要让那些 无视规定的中国企业下市 不要在美国IPO了 不要在美国募资了 这些股票市场当中 中概股应该全部都要下掉 这是他第一个建议 再来第二个建议 他说美国呢 应该要把握这个历史性的机会 强化台美的经贸关系 这是一个最完美的时机 那不仅如此 潘斯也说 如果美国顺利的跟台湾往来 而这也能够鼓励其他的国家 一起来效仿 那除了经济方面 拜登也希望 这个潘斯也希望拜登应该要要求 中国公开这一次疫情的议员 而且不应该允许美国的公司部门 来资助中国的科学实验室 而且所有的必要药品 医疗仪器 防护设备 都应该回到美国自己境内来制造 还有在加强核发签证的部分 要非常的谨慎 最好立刻停止发签证 给那些美国科技公司里面的 中国籍员工 叫他们不要来美国了 免得他们也都是来偷商业机密的 最后一点 潘斯也呼吁了 说拜登政府应该要明确的提出要求 重新选东澳2022年的主办国家 他讲的就是把中国换掉 他说除非中国可以清楚的交代疫情的来源 并且停止压迫少数民族 再来考虑中国是不是担任主办国 是一个适合的角色 不过潘斯这些理直气壮抗中的建议 让人也好奇 美国现在对于中国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样呢 我们来听听中国的意见 中国的有一位常常关心国际局势的博客 深蓝他就说了 美国是不是怕了 比如说中国现在这么成功 甚至你看我们最近航天计划太成功了 中国现在的势力已经达到了外太空 美国现在是不是怕了 美国再次呈现所谓的 石普尼克阴影呢 什么叫做石普尼克阴影 这个词是来自于在冷战期间 美国其实本来一直觉得自己在飞弹上啦 在航太领域上在太空领域上啦 都是世界上的佼佼者都是老大占武了这个领导的地位 但是接连好几次不是试射人造卫星失败 要不然就是在太空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失败经验 反观苏联却是成功的发射了他们的人造卫星 好这真的是让美国备受打击 连面子都挂不住 所以呢从此以后就被外界戏车 美国有所谓的石普尼克阴影 好这个石普尼克就是当初这个苏联发射这个卫星 这个很成功的这个名字 所以就被这样的戏称了 那这位博客生来他就说 当今的中国啊 可是比苏联强上好几倍 美国也在美矿域下啊 而且美国取而代之的是什么 就是靠一些小手段嘛 来打击中国 不断的对外宣传 然后抹黑对手 然后社会上造成对于中国的不谅解 借舆论来打压中国 而且美国甚至不愿意正视中国的成功 共产党的合法性跟正当性 都来自于中国的经济表现 那在政治学章中 其实他有一个名词 叫做绩效合法性 所以对于中国来讲 美国的一切看不顺也 都是其来有自 所以您认为美中之间的矛盾 跟对立有机会朝向好的方向来发展吗 而10月底G20的会议当中 习近平和拜登真的有机会见面吗 请您将您的想法 留在影片下方跟我们一起讨论 并且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 最终全球新观点的发烧影片